台灣民眾黨創黨了 不過黨員111人 這些可都是創黨員老 可是你看那裡面的成員 你會發現到一件事情 好像很多人還在觀望當中 並沒有想要加入 是 立剛 我們的政黨法規定 你要創一個新的黨 至少要登記100個黨員 才能夠創一個新黨 所以這一次比100人多 111個人 多了11個人 多了一些 但是你仔細看名單 大家會覺得有點怪 除了柯文哲當然不用講之外 有柯一安 劉怡婷 學姐也出來 柯媽 柯爸 好像柯B的隨戶都有 都是他身邊的人 基本上不是台北市政府的人 就是他自己的家屬 就是這樣成立一個黨 然後柯文哲在成立這個黨的時候 他今天創黨大會他致詞 從頭到尾好像都在批民進黨 難道這個黨成立的目的 就是因為被民進黨逼出來 還是你就是要反民進黨 而成立了這個黨嗎 已經淪為亞洲四小龍之末的台灣 這些年來真的停滯空轉太久了 桃園機場第三航下的一再流標 只是一個歷史 總統出行夾帶一萬條香菸的走私 也只是冰山之一角 這都不是一個正常國家應該有的現象 過去在國民黨一黨專政時代 因為還有李國鼎 趙耀東 孫女璇 這些所謂的技術官僚 經濟發展還有一定的成績 但是在現階段的台灣 文官制度完全破壞了 升到電廠停建的歷史 幾百億的工程可以再經過一個晚上 突然宣布說台灣的電國有 政策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因為他沒有專業 沒有專業是因為沒有價值的支撐 我看到他那個場面 稀稀落落的毫無人氣 我覺得真的是老天有眼 柯文哲總算被我們台灣的主流民意 看破手腳 柯文哲自己沒有主黨的中心思想 沒有主黨的核心價值 黨章 黨綱都看得出來 是臨時拼湊的 那麼這樣的情況下 不但凸顯了柯文哲 阻擋的荒誕 只不過是一個騙子 要來組成一個詐騙集團 今天這個場面真的有點 稀稀落落沒幾個人 除了他們台北市政府 好像沒什麼其他人來參加 我本來以為是高朋滿座 結果你看怎麼差那麼多 相較於前一天的 柯文哲炮火這麼猛烈 感覺上那個落差滿大的 因為前一天他直接嗆說 蔡英文身邊 雖然你不貪污 你身邊的人全部都貪污 這個事情一講 總統府四大發言人 黃崇燕 林鶴鶯 張登涵 丁允宮 全部都跳出來 你不道歉我就急你 就提告 這個看起來非常嚴重 組成了一個開急聯盟 當然其實我覺得這告不成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講特定哪一個人 可是問題是 你知道今天蔡英文韓國瑜 通通都有回應 柯文哲自己也有回應 你沒有貪污 可是你旁邊的美國都有貪污 如果說有人說柯文哲市長身邊人都貪污 沒有拿出證據的話 我相信他也會非常不高興的 我們政治人物其實在做各種發言的時候最重要的就是要負責任 他要是不武器的話 他要去做個民調 請問民進黨有比國民黨清廉嗎 他很簡單嘛 你做個民調他自己也應該會小和 所以老百姓都是看在眼裡面 我就問你嘛 你趙峰岸搬到哪裡去了 慶路岸搬到哪裡去了 國家資源的不當使用 也是一種貪污複敗的 首都市長指控總統身邊每一個人都貪污 這是多麼可怕的事情 蔡英文總統反駁 說抹黑別人不會讓自己更乾淨 但是蔡英文總統要仔細去思考 我講話是比較寬厚的 我說蔡英文總統放了一大堆虎報思想 搶公家資源 搶國營事業 今天柯P市長這個指責是蹭裸裸的 這個會將來登入歷史記載的 一個總統不會用人 用的人全部是貪官污吏 這是多麼的可怕 這個對台灣民主政治跟清廉的政治 再帶來多大的傷害 蔡英文總統要仔細去檢討 柯P主黨確實是一個震撼蛋 尤其是他還有一個可能就是什麼 可能柯郭佩 那當然更讓整個總統大選投下了 相當一個變數 那在蘋果最新的民調 他從8月15號 8月5號 他得出來如果是單純的撒卡拉都 就是韓國瑜對上蔡英文 對上柯文哲的話 韓國瑜還是勝出的 但領先幅度不大 領先蔡英文只有四個百分點左右 然後再領先柯文哲一點點 可是如果換成柯郭佩的話 他馬上越居第一 領先韓國瑜跟蔡英文 所以加入郭台銘這元素 整個數字就往上衝了 那如果變成郭柯佩呢 稍微掉一點點 但在誤差範圍之內 然後反而韓國瑜更低了 然後蔡英文還高一點點 所以就讓大家覺得說 難道柯郭佩或郭柯佩一成型的話 真的能夠獨佔熬頭嗎 但是我們也知道 蘋果的民調 有的時候起伏差距滿大 像之前國民黨初選的時候 他即使在選前一週之前 他還都說一定是郭台銘贏 結果後來在最後一週 突然間風向大變 然後變成韓國瑜會贏 所以我們大家就參考一下 這個很難說準不準 但是另外一個民調 就7月30號的趨勢的秘密民調 當時撒卡都的話 韓國瑜贏 而且贏的幅度很大 是36.3 對到27.2 柯文哲更低了 然後如果是郭柯結盟的話 還是拼不過韓國瑜 雖然比原來高一點到29.5 但韓國瑜是34.5 是 如果說我們以選票流向的結構來看的話 如果說郭柯聯盟真的組成了 那韓國瑜原來支持者 還是有80.9會投他 那有17.4會轉換到郭柯聯盟 可是蔡英文的支持者 只有64.8會持續投給蔡英文 那32.5會轉投給郭柯聯盟 所以很明顯的 郭柯聯盟出現的話 再來講應該是 對蔡英文的影響會比較大 惠偉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時候 柯文哲他藉著主黨 來拉抬他自己的身世 我們也可以看到 8月5號最新的 蘋果報的民調就出來了 裡面有一個特別的組合 那就是柯郭沛了 這柯郭沛當中的比例一出來 反而在撒卡都當中 他們變成是第一名了 但我們也可以注意到 現在這個時候 柯文哲他本身喊著說 現在都是因為民進黨 把我當作是假想敵這樣子打 可是週刊裡面還爆料說 柯文哲有個內參的民調 裡面最高的 居然還是韓國瑜 但柯文哲現在全力在 轟蔡英文支持 是不是目的是為了 他要爭奪那第二位的位置 到了9月份以後 好跟韓國瑜一解勝負 李剛兄是郭柯和 不是沛 是和 不是沛 沛是說我是總統 你是副總統 和是說我們結盟 我推你出來選 然後我當黨主席 那個叫和 所以他這個民調 一直在郭柯和跟 或者是倒過來 柯郭和這樣子 當然他要主黨或是他參選 都是柯文哲的權利 但是我要跟觀眾朋友報告 最近有特定的媒體 他一直在拱 就是郭柯王 所謂的鐵三角 金三角 這種去合作 這個就是很故意的煽動 我們之前跟大家報過 蘋果日報的報導 有專家在郭台銘 在國民黨出選花了4億 觀眾朋友你去想 如果我在出選花4億 如果參選要花幾億 搞不好40億 多十倍 我說10億 計較10億 我初選就花4億 不夠 不夠 要打贏蛋 我這樣也纏算 所以我跟各位講過說 有挺郭的產業 小雞也要飼料 對啊 這個黨 開銷什麼都要 所以如果郭台銘參選的話 對某些行業 某些公司行號 其實是真的有幫助 但是很實際的 雖然他的廣告 是不可能在中天出現 可是各個媒體 我都不賺到 你們沒有 你們不要說 不跟你玩服務 這其他台是魚露均沾 我講實在話是這樣 所以有些媒體 很明顯的這幾天在講什麼 通一個電話 這個柯文哲跟郭台銘通過電話 就不得了了 郭台銘跟王金平見個面 就合了 那個都是太過的渲染了 所以我跟大家解釋一下說 這個日期 我之前跟他統計的日期 是2月20號 因為這個是一個分水嶺 在2月20號之前 韓國瑜是沒有列入民調的 在2月20號之前 只有一個250 一直叫韓國瑜選總統 就是我 大家都覺得在開玩笑 在笑耶 可是當韓國瑜列入民調之前 列入民調之前 柯文哲的民調是一路領先 當時國民黨領先的是朱立倫 當時沒有郭台銘 當時也沒有賴清德 賴清德是316立委補選後 318跑去登記 大家說你不要算總統 那時候郭台銘是4月17 所以當時柯文哲 我都贏 朱立倫當時我可能要代表 國民黨再選一次 朱立倫也以為他要選 可是沒想到韓國瑜 一列入民調之後 通通豬揚變色 柯文哲的民調就不再領先 剛剛韓濱兄 Cue那個韓市長的講話 其實我不是很滿 因為其實觀眾朋友你看看 他是很尊重柯文哲的 對柯文哲講的任何的事情 從選前到現在 即便柯文哲有時候酸 你是魯蛇什麼的 韓國瑜從來沒有一句話 對柯文哲不禮貌 為什麼他是小姐的情 雖然我跟大家解釋過 韓國瑜之所以當北農總經理 其實跟柯文哲無關 提拔他的人是郝龍斌 跟柯文哲其實無關 不過他秀這個情 這個我尊重 但是如果 立剛兄如果真的要參選的話 那你讓別論 如果當然變競選對手 我想韓市長會調整 他這是飲水濕源 我請大家做比較 你看柯文哲他罵民進黨說 沒有價值的政黨 罵民進黨沒有價值 剛剛我們看到他對民進黨 很批心 好像這個黨多次 不過觀眾朋友 2014是民進黨年齡 沒有你怎麼贏台北市長 所以這就是柯文哲跟韓國瑜 差別的地方 我有大家看一個新聞 這是有台的三例 2016的新聞 這是新聞圖片的剪輯 他當時在舊金山演講 柯文哲到美國去訪問 2016年3月 提到2020的問題 要不要選總統 柯文哲說不要想太多 那時候不要想太多 然後他還自己講 為什麼台北市長都做不好 為什麼過去的台北市長都做不好 柯文哲講了兩個理由 第一個 在第一任的時候 是要想第二任 第一任想第二任 要連任 然後這是我的結論 第二任的時候又想要選總統 自己說 那現在你是不是第二任 你是不是有可能選總統 就是自己說自己 就變成這樣 所以我 講出自己的真心話 是 李江湘我不是要人告訴你 但是如果柯文哲要參選 或是郭台銘要參選 那就是 因為選舉就是不說什麼 我讓你你讓我的 選舉就是比選票 由選票來輸贏 到時候說你曾經是我的長官 我曾經是你的部署什麼 那個都不重要 那就選票來見真章 我們看到現在這時候 柯文哲看準了藍綠之間裡面 都有一些矛盾的存在 而他現在這個時候 就想要來招兵買馬了 不過看到他的創黨的黨員 110個黨員 裡面還包含了 台北市政府的官員 跟他的爸爸 媽媽 學姐 甚至連他的水貨都出現 有媒體就問他說 你現在這個衝人數 是不是衝過頭了 他馬上嚇了 馬上問說 你是哪家媒體的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柯文哲現在這個時候 他是不是慌亂的出招 但在高雄 柯文哲主黨 有引起很大的回響嗎 柯文哲他可能沒有想到 就是說當他當總統的時候 事實上他的這個 被檢驗的部分 比他在當台北市長 要高非常的多 所以以前他可能 總統一定是最高格的檢驗 那一定是 但是他還沒面對到 所以他的說話模式 事實上跟以前 可能落差不會太大 只是他的 針對的那個對象 可能有所差異 所以他現在在講就是說 濕淵案 他在講慶富案 趙豐案也好 他卻忘了他自己在市政裡面 他有所謂的大巨蛋 他有都更案 一堆的市政問題 是沒有被解決的 所以當他面對這些事情的時候 同時別人也在檢驗他 所以這種高度被檢驗的情形 事實上他現在在組黨的時候 別人也會仔細的看就是說 好 你組這個民眾黨 你有沒有注意到就是說 民眾黨到底是要怎麼樣 才能夠形成一個政黨 這個政黨的宗旨到底在哪裡 所以到底柯P的他的黨的宗旨 跟理想是什麼 我到現在其實還 從他這個很粗淺的字裡頭 雖然我們市長對於他很尊重 一直講說他有很大的力量 什麼有很大的能量之類的 說真的 我看來看去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說我今天是一個 無黨籍的民意代表 我要不要去加入柯P的政黨 我都會覺得就是說 到底他所追尋的是什麼東西 我會有所疑惑 在南部我們在地方上面 也許我曾經聽過年輕人 在網路上面的確 他對柯P非常的有興趣 覺得他是一個很有趣 很直 很真的人 但是到了真正的就是說 要做一個總統的時候 其實又被檢討 跟考驗的東西又更多了 所以年輕人是不是 就一定吃這一套 我覺得在南部事實上 到現在為止 討論的 在民間 一般的就是說 茶餘飯後 公園裡面 提到柯P的機率事實上 是相對的低的 年輕人也許耳而談 但是我覺得熱度都不高 這也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在民眾黨的部分 在南部的確能量上面 是比較低一點